早上好各位小可爱们 又是新的一天 今天的安排就是出去搜寻物资 顺便多挖一些石鹰 这样我的房子就可以进行大改造了 首先就是我看向的那个地方 看到那些绿绿的东西了吧 我猜应该是竹子 如果真的是竹子的话 就可以把我的木刀升级成竹光了 所以先过去看看 差不多快到了 啊 这边还有羊 很好 等时间了就把它们都牵回去 我房子装修需要大量的羊毛 真愁没地儿弄呢 看来是竹子没错了 既然你们诚心诚意的出现 那我就大发慈悲的收下 用这个木刀子吧 虽然慢了一点 不过可以长经验 等经验满了就可以升级成石刀了 嗯 一组多的竹子 差不多能用很久了 而且我发现这边好像还有个碰洞 不过这个地图的资源嘛 真的是少得可怜 先把这梅都拿走 家里仅有的那点梅 还像靠水头淳朴的村民界呢 哎呀 想想这日子啊 真的是难过 在我挖石鹰的路上 我发现了这个 看到了吗 玻璃后面藏着一个箱子 这肯定是逃不过汤儿的发扬 赶紧挖过去看看 哦 这会全部都是僵尸的声音 有一种红眼镜的僵尸是不怕水的 而且攻击力还很高 最重要的是 它们手里有枪啊 没有听错 它们手里真的有枪 还是左轮枪 把箱子东西全拿上 再把旁边的石鹰也拿走 嗯 我的稿子就快要升起了 经验差一点点就满了 然后它会变成原木核心 用它就可以升起石鹰了 哦 我的稿子终于变成核心了 剩下两块就不拿了 还得赶紧回家要紧 不然真遇到那红眼僵尸 这伤的东西可就全白瞎了 你们看到了吗 就是这个红色眼镜的僵尸 不过这个拿的是稿头 敢在我家撒野 我看你不想活了吧 受死吧 哎 果然木刀的伤害还是太低了 不过这种僵尸本来就比较难打 呼 第二天了 要今天的目标就是收集足够的石鹰 回来重新装修一下我的房子 那我们粗发 发现目标 这栋龙的石鹰我就收下了 那边地上怎么会有剂啊 先不玩这个还是挖我的石鹰比较重要的 我怎么听到小白的声音 我会刷这么多小白 我在水底街都不是怪物 这都是满满的精英 套出我的白地圣剑 哎 怎么回事 我怎么什么都看不见了 不是 哎 怎么还有人打我 你不带这样的 那是玩洋沙子是吧 打不过就扣眼珠子是吧 哎 别打了 哼 我死了 都没了 除了我身上的衣服之外 什么都没了 我的白地圣剑啊 我才刚拿到他两天啊 还没有热乎就没了 干什么呀 还让不让人好好玩游戏了 说好的游戏体验呢 哎 我看玩意先装修一下房子 还几还几我悲伤的心情吧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小朋友们 经过我一天一夜的不懈努力下 我的房子终于是有了一点像样的出行了 而且我还把之前看到的羊都给牵回来了养着 毕竟这以后也需要大量的羊毛 那这期视频就先到这了 喜欢这个系列的话 一定要记得一键三连啊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